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4月12日礼拜一的第二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中美关系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同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在昨天美国海军主动发布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显示 美军的神盾级导弹驱逐舰马斯廷号的舰长 就翘着双脚来到少汉辽宁号 因为两艘军舰相距的距离非常近 是肉眼距离 而这张照片也引起了很多大陆网民的热烈讨论 第二单消息 布林肯在港道台海局势的时候宣称 如果有国家试图用武力改变现状 将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亦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讲回美国海军主动发布那张照片 其实那张照片是拍着有两个人 遥距地监视着辽宁号 辽宁号就是背景里面老远一艘船 那两位人兴是谁来的呢 一个就是马斯廷号的舰长 也是指挥官布里格斯宗教 站他旁边的就是副舰长斯莱宗教 这位布里格斯宗教 他坐在那里的状态就相当悠闲 因为他又翘着脚 然后也扛起脚 坐在一张椅子上 很他条地看着辽宁号 当然这张照片背后就隐藏了很多信息 第一 美国海军就是要告诉大陆 他根本上就不当辽宁号是什么一回事 大家试想一下 一艘军舰的舰长和副舰长 同时之间 在甲板上很悠哉猶哉地看着对家那艘船 如果他们认为这艘辽宁号是会对于马斯廷号构成一定的军事威胁的时候 照计他们就不会做出这个行为 一定会严阵以待才是 但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神态自弱 似乎就不是说好看得起辽宁号的作战能力 也都是暗示出马斯廷号和辽宁号之间 似乎就是实力懸殊 始终来说辽宁号他本身也是没有实战经验 第二个信息就是说 美军似乎就是想向大陆发表一种讯号 就是他们对于大陆那些军舰的行踪是撩如指掌 他们是运筹为握的 这里也引申出一个问题 中美两艘军舰在南海相遇 到底是偶遇 或是其中一方故意用到靠近另一艘军舰 然后并排而行 我相信偶遇的机会是极低的 因为南海那么大 那么多船只不要遇上 怎会偏偏是这两艘军舰遇上 所以我认为 最少是有其中一方 故意将自己那艘军舰 使用靠近对方 就是要产生一种示威的作用 到底是美方主动 还是中方主动 照片是美国海军主动发布的 到底大陆方面有什么反应呢? 大陆一直都很坚持 南海就是中国的主权范围 我们又可以看看 《环球时报》在交代这件事的时候 怎么说了 他们纯粹将整个事件 相当平铺秩序地描述一次 而且在报道当中 也确认了 马斯廷号 那张照片所看到的军舰 就是辽宁号 就是这么多 里面完全没有提及到 要谴责美军 或者反对美军在南海 所以进行所谓的自由航行 是没有任何这些事情的 即是出奇地低调和冷静 因为竟然没有情绪化的语言 在整篇报道里面 如果是中方主动靠近马斯廷号的时候 照计在报道的时候 肯定会滲入一些大内宣的成份 以显示中国的军事实力有多强大 即使是面对着马斯廷号 辽宁号也是无所畏惧的 没有说这些事情 我就觉得是相当奇怪了 故此我自己估计就是 似乎是马斯廷号主动靠近辽宁号 然后并排而行一段距离 这个机会是比较大的 台湾方面有种说法 说美军今次这种做法 就是要向大陆发动一种所谓的认知作战 目的就是影响大陆对资讯真偎判断的能力 而这张照片的意义 就是要质疑中国海军在海上的作战能力 这种说法的论据就是 照计舰长和副舰长不太可能 同时在室外以肉眼监察对方的蓝席 为什么呢? 因为在蓝席的战情室里面 战术行动军官必须由蓝席或副舰长来担任 并且持续监察电子频谱 避免遭到电子攻击 以及可以及时反制 根据这个说法 其实美国海军主动发布的这张照片 应该是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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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那种他条的程度是难以想象的 借着这张照片来质疑中国海军的海上作战能力 也不奇怪 至于这张照片 究竟是为什么会拍得到呢? 因为照片的角度是跟马斯廷号拍过去辽宁舰的 照计辽宁舰这个航母编队 就会有其他的护卫舰在旁边 当然有机会是因为拍摄的镜头角度有限 所以拍不光的画面而已 可能有在现场也不奇怪 我相信也会有 因为航母编队不只是一只航母 没理由单只地走 航母是 因为航母本身的作战能力也有限 要靠其他护卫舰来协防 好了 这张照片当然反映到 如果其他护卫舰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 那为什么马斯廷号是可以接近 埋到辽宁舰的伸延之后 并排了一段距离 还拍摄相片 这件事也有大陆的网民质疑 因为大陆在网上讨论非常热烈 那到底这里是不是有什么漏洞出现了 那就不知道 因为《环球时报》也没有说 他只是确认到 被马斯廷号拍到的那只军舰是辽宁号 就是这么多 好了 接着我们就看看第二单的消息 布林肯昨天接受了NBC的访问 他在节目当中提到 说美方现在所看到的 而且真正关注的就是 中国政府直接针对台湾日益激进的行动 是提高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另外他还提到 说美国长期以来 都是承诺坚守台湾关系法 要确保得到台湾要有自我防卫的能力 并且要维护西太平洋的和平和安全 当被问及 究竟美国会不会以军事行动回应北京呢? 布林肯就说 他只能告诉大家 美国是会认真地保证 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御 美国也会认真地维持 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 美国会遵守这些承诺 在这种情形下 如果有人试图用武力去改变现状 将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其实他这种说法 就相当不新鲜 也是不断地旧调重弹 而且他这个说法 比起蓬佩奥当日所说的 是更趋保守的 蓬佩奥在任期的最后阶段的时候 在去年11月左右 他曾经宣称 说台湾并非中国的一部分 前总统列根政府 已经制定这个政策 美国在三十多年以来 一直都奉行至今 而且他认为 这是两党的共识 是民主的典范 他当时说过这些说话 比起布林肯今天说的 是更加激进的 而布林肯今天被问及到究竟 当台海可能发生突发情况的时候 究竟美国会怎样做呢? 他纯粹说 只能保证到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御 他没有对台湾作出更进一步的承诺 所以布林肯这个说法 和历界美国政府所说的 是没有大分别的 蓬佩奥曾经说过 说不会对台湾所发生的事 是袖手旁观 当然他的说法是相对模糊的 但是也是留白 留有了一个联想空间 埋下了伏笔 虽然他没有对台湾作出什么具体的承诺 但是他也没有落习 只是保证得到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御 如果你说要保证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御 平时美国对台的秀武方案 已经是在做这些事 究竟有没有更多的事情 布林肯当然没有再说下去 只是警告大陆改变现状是严重错误 所以这些就叫做打嘴炮 当然打嘴炮究竟是布林肯比较 还是胡锡进比较 真是难分难解 胡锡进在昨天 发表了一篇长文在微博上 他质疑 台军宣称可侦测到解放军 1020战机的雷达车泄物事件 其实是一个受到精心谋惑的情报战案例 目的就是要向大陆传递一个很可能是虚假的 台湾的有能力发现 形成对大陆的阻吓力 和对台湾舆论的鼓舞 这个1020其实就是大陆最先进的 所谓第五代隐形战机 台湾究竟有没有这个雷达车 研发出来是可以侦测到1020呢? 胡锡进说没有 其实这一宗消息 所谓洩密的消息 在台湾出来的时候 有些网民都在这里质疑 究竟是否专专自己放料 怎会洩密呢? 胡锡进就说人家是假的 流的 无非是炮浪头 实际上来说 胡锡进的说法 只不过是一个推断 始终来说他自己也证实不了 究竟台湾有没有相关的科技 如果说台湾是想借着这个涉物事件 抛大陆浪头的话 现在胡锡进何尝又不是想带别人 其实他说这些都是自己的推断 他也没有实质的证据 当然他一发表这些文章的时候 当然是有很多大陆网民留言 有些是瞎撑他 有些是瞎撑他的 我看到一个很过瘾的 他就说 既然知道了台湾是骗术 为什么老胡作为情报老兵 会这么随随便便 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对方 既然是这么确定 知道了台湾方面的雷达车 是偵察不了自己的千二十战机 为什么要在网上告诉台湾呢? 台湾的偵察老兵 又会不会认为老胡其实也是一个骗术呢? 哈哈哈哈 其实 到底哪一个真哪一个假 就很难按照现有已知的证据来论断 但其实这个大陆网民的逻辑没有错 你说别人留 别人会不会都认为 你所说的其实都是留的 因为你证实不了 好了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